為了配合九鐵的現代化工程 九龍和沙田之間的九廣鐵路鷹段 在1981年4月27日開始雙軌行車 1982年5月6日 九龍和馬場之間的九鐵更交線 更加開始了電氣化列車服務 標誌著電氣化年代的開始 九龍車站也進行了一連串的改善工程 九廣鐵路公司在90年初宣布翻新九龍車站 工程在1997年完成 我們現在看到的車站大堂 就是當時重建完成的 五鐵圓航的一排 地鐵圓航的一半 相當的更加有關 三小鷹氏 對大堂的現代 五鐵圓航的一排 九龍車站也進行 五鐵圓航的一排 九龍車站也進行 五鐵圓航的一排 五鐵圓航的一排 五鐵圓航的一排